近日,一场传世民情专场音乐会在北京公王府大戏楼上演,武章传世民情首度公开奏响,为观众重现千年前的琴音。 今天拿来的这五张古琴呢,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馆藏的92张琴当中选出来的物章,其中最著名的是一张唐琴,叫枯木龙吟。 这个枯木龙吟用现在的这个一般的构价呀,怎么得一两个亿的这个财产,那么今天呢,第一次在国王府面向大众,我想他在箱子里的时候就是一个枯木啊,但是今天琴家把他奏向,他就发出我的民族之声,就是龙吟啊。 它是晚唐时期的一张古琴,那么后面有行书非常漂亮的枯木龙吟四个大字,它是一个连宗式的饰样,然后是一个三木的这么一个老琴。 当晚参与演出的有唐琴一张,宋琴一张,袁莫明初琴一张,明琴两张,通过著名琴家戴小莲,林晨,乌娜,杨春威,黄梅的演奏,重现千年琴音,同时结合学术讲解等方式,将古琴从陈锋的琴盒中唤醒。 据悉,从2018年5月开始,中国艺术研究院组织邀请卓琴家张建华展开古琴的修复工作,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,林晨全程参与到了古琴的修复当中,见证了唤醒古琴的过程。 我们都对她特别有期待,像老一辈琴家喜欢的琴,一定音色很好,当时第一次出来的时候,连我们那图书馆的同人都觉得,哎呀,怎么是这个事儿了,但是慢慢地随着你不断地演奏,不断地调整,上线,到了现在你感觉她心意慢慢开始通透了,就像有了人的生命,之前你感觉是目的你的一张琴,是没有人气的,这就是她最大的一个变化。 据悉,5月31日至6月3日,第十二届良辰美景公王府飞衣演出季于公王府大戏楼上演,在四天时间内组织古琴,昆剧专场演出各两场,本场演出以公王府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,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优势条件为依托,为普通观众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近距离感受传世古琴的机会。